我们刚刚介绍了磁场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一下 因为我们学过万有引力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重力场 跟我们学过库伦静电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电场是什么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的话 重力场是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 电场则是单位电荷所受的电力 那这个呢大家一定听得一头雾水 没有关系 我们呢举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呢 如果来看两个指点 M1跟M2 或者是呢我们不要看M1M2好了 我们直接写成小M跟大M的这两个指点呢 他们所之间所受的这个重力 或者是万有引力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列出来的柿子是 若他们之间的距离是R 那我们的柿子就是R平方分支GMM F呢所受的力就是R平方分支G大M小M 那大家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问说 请问在这个点就是在M所在的位置呢 他的重力场多强 他的重力场是多少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这样写 因为重力场嘛 他是等于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 重力场是等于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 所以就把你所受的重力去除以你的质量 这样就变成单位质量所受的重力啦 我再说一次 你把总重力拿来除以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质量的话 那就变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单位质量 他会受到的重力是多少嘛 所以呢你去除完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 因为这是R平方分支G大M小M再除以小M 就会得到呢 是R平方分支G大M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值点大M来说 任何一个地方的重力场呢 比如说跟他在这里距离呢 是R的的话 那么在这个点上的重力场 就是R平方分支G大M 如果呢今天有另外一个点距离比较远 在这里 他的距离呢 是这个低的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重力场呢 就会是D平方分支G大M 你就发现 如果都是受同一个点值点呢 来造成这个重力场的的话 那重力场的强度呢 就只跟什么距离有关系 OK 那我们知道呢 当然重力场大家以后会学到 不一定是单纯一个值点 所造成的 OK 所以呢通常我们会直接讲说呢 任何一个地方 它的重力场强度呢 如果我们叫做G 也就是我们的重力加速度 OK 那其实在地球上呢 我们可以把地球上的重力场呢 跟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呢 当作是同一件事情 那总之呢 我们就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啊 它所受到的重力呢 任何物质它所受到的重力呢 就等于那一个物质呢 去乘以那一个地点的重力场强度 我再说一次 任何物质所受到的重力呢 就会是那一个物质的质量去乘以那个物质在那个点上的重力场强度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重力场呢 它是一个向量 它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呢 我们刚刚除了讨论大小以外 其实方向就是很简单 就是指向 那个有什么 有物质的地方嘛 所以你会被它吸引 这就是重力场的方向 你会被它吸引 OK 这就是重力场的方向 那我们在地表上 重力场的方向就是指向地心 OK 好 那同样的 有重力场的概念以后 你来看电场呢 你也会知道它是一个向量 OK 你也知道它是一个向量 那我们呢 举个正电荷跟负电荷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正 正Q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负Q 的电荷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它们中间的距离是R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们之间的这个力啊 写成什么呢 写成 我们这里先切割开来一下 免得搞混 我们会把它们之间的力呢 写成F等于R平方分之K 有人下面会加个1啦 那我现在不加1了 就K 然后呢 Q1 Q2 OK Q1 Q2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正Q 乘上负Q OK 所以呢 最后你会得到呢 是负的东西的时候 就代表它们之间呢 是吸引力 OK 那现在如果我问你说 在这个点上面呢 它的电场 OK 它的电场多强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问单位电荷所受的力 所以呢 单位电荷所受的力 它的电场强度 电场 我们就可以想的是 它所受的总电力 去除以在这个地方的电量 OK 电量呢 是正Q 所以你除完了以后 你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正Q跟正Q消掉嘛 所以呢 就会变成负的R平方分之KQ OK 负的R平方分之KQ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一个点电荷呢 它也可以决定它周围的这个电场的大小 那如果它的电荷量是固定的话 那电场的大小呢 就跟别的点电荷 跟它之间的距离呢 直接呢 有这个关系 而我们喜欢呢 把电场呢 的代号给它叫做1 所以呢 用另外一种写法呢 来写电力的话 可以是呢 某一个点电荷 如果它带的电量是Q的的话 然后呢 它在那个点的电场是1的时候 两者相乘 就是那个地方的电力了 OK 所以呢 这后面的这个1呢 是我们的电力场 电场强度 电场强度 OK 所以呢 很久不变的式子 永远不会变的式子呢 其实是 F等于MG 跟F等于QE 那上面的这个电场的这个式子呢 跟这边的重力场的这个式子呢 都只是指点跟点电荷呢 所造成的 它才能够把重力场跟电场写成这样 如果呢 不是一个均匀的指点 或者是呢 不是一个点电荷呢 所造成的重力场或者是电场 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写了 但是无论如何 不管在哪个地方 观影学长再提醒一次 我们永远可以把重力写成 某一个物体的质量 去乘以呢 它在那一个 呃 那个地方呢 所感受到的重力场强度 两者相乘 就会等于重力 那同样的呢 电场的强度呢 我们也可以用任何一个电荷呢 在该处所受到的这个电场的强度 两者相乘起来呢 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大小了